现在是我妈妈可能倒下了 我也眩晕了 所以我也上了够多的节目了 别人都告诉说你要求救 所以这是我人生 第一次向我的哥哥姐求救 就是我那次眩晕 还要睡在妈妈的旁边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个简讯 我当面怕被拒绝 我就发了一个 我又会写东西 我就写一个文情并茂的说 不晓得哥哥姐你们知不知道 我之前的爸爸最后十年 是怎么过的 你们可能不晓得 但现在你们应该看得到 我对于妈妈的照顾 我需要帮忙 我已经倒下 我就说这么白 我已经倒下了 我需要你们帮忙 我很庆幸的事情 是我哥我姐 马上收到讯息就进来了 所以他进来就帮忙 也就是说 我可能已经要七天 现在就只要三天就好了 哥哥姐姐可以分担两天 这对我来说 已经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帮忙